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科的话都是一直在学英语 对口语这方面非常有兴趣 参加过账户会议类大型活动 在过通交往这方面的话应该比较有经验一些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吧 在技术没有到来的时候呢 只能自己进一步地充实自己 赵玉 山东人 24岁 颜岸在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商务口译专业 大家好 我是赵乐 本科别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与英语商学委 目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商务口译专业 今天来到费女莫属非常开心 希望能找一份管理培训生 PN运营方向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我合适的职位 谢谢大家 老师好 你好 她的握手很有意思 基本上现在的女生握手都是这样 你拿手伸出来捏一下 只有她是整个握手 很有诚意 你的推进理由是什么 赵乐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要求的年轻人 赵乐是吧 赵乐 乐还乐 乐 然后她对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要求非常的高 学的是口译专业 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有用的没用的证都考 然后呢 很难的证也考到了 足以见得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样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人 如果愿意到职场当中继续打拼的话 一个好学生转变成一个好员工 只之可待 谢谢老师 恕我抱歉 我看见您眼睛好像有点不太方便 是的 对我右边眼睛以前受过伤 然后 受过伤什么 视力怎么样 视力会有一点肯定是弱一点 右眼视力大概多少 右眼视力的话可能就是前三排吧 上述前三排的样子 左眼视力 左眼没有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会计双学位 对 我是应该是年纪前20% 我是保送到对外经贸的 口语参加过哪些比赛啊 那个第四届海峡两岸口语大赛 我是湖北赛区的第三名 然后华中赛区的第一名 然后在全国大赛我是拿到六胜奖 这个大学期间从事了哪些兼职工作啊 我是研究生期间的兼职比较多 我之前是在微软SMSJ Readiness 负责大陆区的所有新技员工的培训工作 然后在苏黎市保险的代理渠道部 来负责整个渠道的所有的知识性的工作 你这些工作都是在世界前500强 是的 前两家的话都是在世界500强 苏黎市财产保险公司 微软中国公司总部 国际节能环保协会 前两家都是 对 还有两个你最重要的证 没说啊 哦 对 拿了两个国家非常权威的这个证书 口译证书 上海高级口译证书和人事部二级口译证书 对 上口的通过力稍微现在可能高一点 但是人事部二级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一般都是专业的MTI学生 可能不一定都能全部都通过 是国家最权威的两个口译证书吧 我们请熊尚文来考一下他的英语 看看他的英语口译到底如何 嗨呀 乐乐 嗨 you can call me Julia 呃 tell us what are your dreams my dreams well I think different you know the stages of in different people's life they have different dream and currently for me I want a job that I can put all my heart into and take care of my family you look at the mountain from the distance you see the color of the mountains you listen to the water in the near the water and you hear what the water sings well I think it's a lot of people's life 翻得不错啊 不错不错 但要是我出个题目 估计你就翻不了了 我上次有两个口译专八的 孪生兄妹上来是吧 上次那个话考你啊 她上次翻的这个字面一死一般般 你再翻一下啊 你知道你所以你不是你 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 you know what you can do so you know what is the truth of yourself you know what you cannot do so in this regard you also know what you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翻的 都是翻字面意思 但其实它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你用中文来解释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其实不是特别懂这个 对 所以它翻是只能翻字面意思 但是英语肯定是过关的 对吧 这些俗语很难翻的 人家翻译反应特别快 是吧 基本上反应时间很短 对对对 但是他今天是来运营策划呀 都不是口译呀 运营策划 你来说一下你所理解的 你这个运营 你有过这样的工作经验吗 比如在微软的时候 我是因为整个这个 培训项目是非常大 我们有3D200 每次300多位学生 然后20多门课程 我是全程协助整个 从前期的我们说课程的 每个人的课程的具体安排 到后期的话 定场地 然后准备材料 到后期我们请老师过来 课堂的课堂协助 到之后的话 学员的一个就是反馈 这都是我来进行的 包括在刚刚结束 2014年 环中国公路自行车赛 我是作为组委会翻译 以及赛事部助理 全程参与这个国际活动的 组织运行 以及现场协调 张老师 我插一句 如果我在这 你在那边微软的实习工作 你喜欢它的哪一方面 我很喜欢那种 就是我可以拿到手一个东西 然后通过我的努力 把它调理化 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它整个流程 过得非常顺利 对你来讲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应该是整个项目的 就是这个整个管控吧 因为我们所有的学员 都是销售人员 包括甚至包括 Manager级别的 然后你要跟他们去抢时间 这其实是挺难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保证 就是每一个培训进行的时候 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到位的 是没有问题的 老师那边没有问题 整个流程可以安全地进行下来 而且要保证出侵律 其实我这里 倒有个非常合适你的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岗位 可能在上海 这就直接发offer了 我先问问他 你在上海 你是否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青岛 但是我想上海 是很好的一个城市 我也考虑 今天来有一项企业吗 有的 来 说一下 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 优满家房 优满家房 有薪水的要求吗 我想 我在上面写的 我要的大概是在六千五 六千五 对 好 第一轮选择 去货磊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财 有什么准备吗 有的是一些 我过去参与活动的一些照片 来 看一下 这是我在2014 还中国的时候 做的赛事助理 跟作为会翻译 这两位是我当时服务过的 国际裁判 左边那张是在 终于创新论坛 跟我在一起的这位 是威尼斯大学的一位教授 中间这个是在 DI中国亚太地区邀请赛 我是作为 美国国家地理的 联络官以及翻译 然后右边那张 是在中加贸易论坛 这个是 格林机械的一个 很帅的小哥 这是我当年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管理团 当时我是担任副团长 这是我们演出的一些照片 前排右边 你会演做乐器啊 我会 你演为什么 我会长迪 当年是长迪部的首席 长迪首席 对 是啊 今天来了一姑娘 今天来了一个姑娘 非常自豪地跟编导说 当年我在选择 管弦乐器的时候 我知道 长迪最难吹 我很自豪地 把它吹响了 这是她最自豪的一件事 这长迪首席 而且丝毫没拿这个事来炫耀 很低调 不错不错 我越来越喜欢你 谢谢 我作为一项的企业 她男朋友压力多大 这个给我个机会 她刚才表达了一下 对我们有意向 所以我想问问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过往的这个管理经验当中 项目管理的经验当中 你认为在一个项目的 管理的过程当中 哪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我想应该就是 各个部门 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清晰的指责划分 以及手里有足够多的资源 来应对突发情况 好 那个赵乐 很高兴你把通灵珠宝 作为你的第一选择 没有 通灵珠宝非常有效 我在这里我要述个苦 其实在我参加这个节目 已经一年多 快两年了 我一直想召一个 柏林电影节的一个项目 经理或者项目管理人员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遭到 他来了以后 让我眼睛是放光 我都开始有点口吃了 那我就问你一点 假如说 你负责这项工作 那你觉得这项工作 有哪几点 你要特别注意的 我特别喜欢 他一听问题 马上沉死 他绝对不抢先回答 一定做到汹涌成竹 再把它说出来 不好意思 老师 因为我也是一个应接生 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好 我现在能想到的可能是两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珠宝的挑选 因为这毕竟是代表通灵的一个形象 珠宝必须要非常的有创意 有灵性 第二点的话 是要保证公关传媒这边的曝光率 因为花了这么多的资源精力在里面的话 我们是要保证一个媒体的一个非常良好的正面的一个反应 以及我们的珠宝可以保持它的曝光率 还有一点 我提醒你 任何企业都想省钱 要控制成本 这是一个项目经理一定要做到的 我倒不觉得他说这两点有多出色 他说这两点的前面两句话说的太好 不好意思老板 我是个应届毕业生 我可能说的不太好 但我现在只想到两点 这真会说话 说的真舒服 我也想问一个特别low的问题 就是我已经喜欢你 喜欢到不行了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你 就我们的行业 有什么办法能吸引你 能告诉我 你这太绝了你 我怎么做你才能够 有可能考虑我几秒钟 没有没有 老师这个我真的是受宠不若惊 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追加 就是 你等一下 互联网和现下 我这表态是爱的 有传统和未来 稍等 你有点风度好不好 人都选了你第二次 稍等 大家都在放光 很简单 姑娘直接告诉她 稍等 年轻一百万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 哪敢哪敢 第一的话可能是最好跟海来业务相关 因为毕竟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 虽然不把它当专业 但是也不想把它就是完全的扔掉 第二点的话 我想可能 我想加入到一个好一些的团队 然后能够加快自己的成长 同时也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 童老师 我对童老师 我必须表达一下 我有一个疑问 我抱歉 我插个嘴 其实到现在 其实问不问都不重要了 我感觉到一场大战即将到来 开张板 当一个老板已经说出来了 当一个老板已经说出来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了 你们准备好自己的招数 好吧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各位啊 这样的好时候 不是每位老板都有机会碰得上的 我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 这个舞台上 好久没来过这样的人了 是吧 我就特别喜欢看着你们互相残杀 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谈一开始 我给你的职位是在北京的职位 是做 你现在做的项目管理 我会给你一些时间 我亲自带你 这是一点 可能能够竞争的优势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能给你个机会 就是说我们三天之内 能够让你去英国的公司 或者加拿大公司 任选一家公司去轮岗一年 然后给你发那边的工作签证 谢谢老师 好 这已经下了一季 你要稍微那个啊 这已经发出了一季猛药了 亲自带你 给你发那边的签证 来 我们来听一下 陈浩又会抛出什么样的优厚待遇呢 就是你喜不喜欢我的企业 我就坐在这里 你灭不灭我的灯 我都会一直等你 谢谢老师 我想优秀教育集团要满足你那两个条件的话 肯定得是我们总裁办的管理陪训生了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助理 我也很欢迎 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老板 如果再想抛出优厚待遇的话 不妨可以单膝跪地啊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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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鲁宁兴 教乐 我觉得我很为你骄傲 原因是我也是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 所以我是你的师姐 我会给你的职位 是我们品牌部的策划专业 你会有机会跟全世界最好的优秀的品牌 去给他们提供策划方案的支持 王文刚 你的祖籍是不是青岛吗 对 没错 我也是山东人 好吗 OK OK 这是虚的 人家东北人吧 有一个特别系 王文刚 祖籍山东啊 你可以作为我的私人助理 跟着我去管理这家公司 看我在运作上的所有经验 你的方向不定 给我个机会 在三年之内 让你成为一个总监岗以上的 优秀的职场女性 好 一刀比一刀猛了啊 接下来听尹峰能抛出点什么 咖啡机给你准备的岗位 可以先进入迷你的项目 里面做项目助理 那么明年很有可能 你可以自己 亲自建设一个明星子品牌 成为真正的项目负责人 工作地点北京 北京 谢谢 段东 我给你的岗位 158通城的管培生 当然在前半年 你做我的助理 那么 在这半年礼拜 你会跟我一起参与 跟腾讯的合作项目 工作地点在北京 他从来没放过这个职位 今天第一次放出 我跟你讲 我在外面很少去直接照助理 我希望助理呢 他有专注在业务的经验上 而不是一个助理 好的 东军 我就直接说职位吧 那通灵珠宝呢 给你提供两个职位 供你选择 第一个职位呢 是我刚才说的 柏林电影节项目的管理人员 当然刚开始会有人带 因为这项目非常的大 另外还有一个岗位呢 就是我的外事助理 因为通灵珠宝呢 是中国和比利时 合资的一个品牌 我们本身有非常多的 和比利时的这个工作联系 另外我在这里也向观众们 宣布一个 我的一个好消息 比利时国王王室 将授予我一个歧视勋章 表彰我对比利时钻石的 一个巨大的贡献 包括表彰我 这个在行业里面的地位 那如果你做我的这个外事助理 也会参与到这个授云的 这个仪式 说你们这些老板 怎么这么小家的戏啊 观众都鼓得掌 你们都不祝贺一下人家东军 来 鼓掌 那么应该说 你进入通灵珠宝 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欢迎你 通灵珠宝 谢谢 老师 好 好 来 郝颖 主位就是我的助理 我从入职十几年的时间 我工作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找个助理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要找的助理 他要很懂我 他要能跟得上我的节奏 他要能够复制成第二个我 我至今为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 直到我遇见了你 所以我希望我能手把手地教你 然后我相信 你在很短的时间 真的就会超过我 你瞧他们把你赞美得多好 不敢不敢 真是今天 但是我突然在想 那作为推荐人来讲啊 就是推荐了这么靠谱的一个求职者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奖励呀 或者是啥 我给你发一个骑士勋章 骑士勋章 对不对 打算表示感谢 栏目组 让我代表栏目组给你个碗 你要不要 几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选手了 来 直接 大家都在说优点 我说两个缺点吧 这个缺点不是你的 是我的 第一个在场 年纪最大的是我 第二个在场学历最低的是我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 当我见到外国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所以我一直想学英语 但没有时间 也没有一个好的老师 我缺一个懂英语的助理 也缺一个懂英语的老师 我缺一个助理 谢谢 曾尚文 尚文网是一个留学门户 跟我们运营和市场团队 把这些活动承办下来 增花 我觉得你确实非常适合 从一个 就是总经理助理的一个角色开始 你的助理啊 对 是 增花的助理 很需要 很适合 来 看梅向荣最后 店后他能扔出什么炸弹 赵乐 我是这个青岛的女婿 青岛的女婿都出来了 青岛的女婿 我太太就是青岛 我上十几倍 好像在青岛中国 你小时候有没有吃个 那个盖男饼干 有 有 有 很喜欢 那就是我太太 她老爷的产业 哇 用吃的来勾引 所以这个盖男饼干的回忆啊 一定会给你很深的印象 我希望你到我们这儿来呢 就是加入到银河海外中心来 那么在任何一个紫项目里面 你都可以做我们的项目主管 而且你直接对我负责 你要是真想把他招到手 你就单膝跪地 不敢 不敢 不用 不用 真的不用 这个 这个有一点夸张 但是 为了抢人 握住 不要 不要老师 就把你动手了 好 接下来有双膝跪地的吗 对 可以 我记得有人说过 这个不存在完全理性的决定 大家都会受到一些环境 比如说 这个现场被大家疯抢 其实 老板们也是有一种群体性的情绪 这种事可能不会发生在 现实生活中的面试场景 因为他是很多老板 对一个应聘者 赵乐 他是我在节目里 录制三年多来 应该是最有秀的 最完美的 在商业环境里 无论把它放在哪一个角色里面 他都已经到了社交的最顶级状态 就像集二也好 做助理也好 做公司总经理也好 他在一个群体环境里 他能让每个人都舒服 因此 在他那里所有的事都示范了 我觉得大家都疯抢 他比方我 第一因素就是因为 他整体气质太好了 任何时候走出去 都可以代表公司的形象 再往深地想 赵乐未来进入企业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巨大的障碍 就是面试的现场 没有看到他其他 某一项专业上的才华 所以我建议他 未来进入团队之后 一定要最快地补充自己 在某一项的专场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高 出发很华丽 收场要更漂亮 十二个老板 据我算 已经出了八个助理 已经有八个人 是要招你助理 大多数都他们本人的助理 还有董事长助理 所以说这就是 非尼莫属舞台的魅力 普通的招聘 基本上都是 这个员工 就是这个求职者 巴结着老板 这儿有老板巴结着求职者 就是言楚楚地 看着他来灭自己的灯 却欲罢不能 给我们的求职者 一种很大的惬意和快感 来 十二盏灯 灭掉其中的市场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请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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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对 没有没有 不敢不敢 谢谢老板 陈昊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 谢谢您 懊恼 谢谢您 谢谢您 老板 谢谢您 非常感谢您 谢谢老板 谢谢 谁只欢迎你过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非常非常感慨 你应该在一起 谢谢 谢谢老师 真是 非常感谢 谢谢 那 那个 赵乐 你那个留下一个漏网之余 是不是就因为 他给你单期贵了一下 没有 给了他一个面子 不是 我 是盖奶饼干的回忆 来来来 他小时候就有的回忆 有请东军 梅向荣 谈钱不张感情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下你灭灯的逻辑了 首先我想 我请算一遍 首先我想去的职位 第一可能是跟海外关系比较就是联系比较密切的我会比较喜欢 第二点是其实我也知道谢谢了谢谢各位老板就是这次这么这么就是真的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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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y各位老板开出来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诱人 但可能我怕其中有一些职位 我胜任不了 所以我还是想从底部 一步一步地做起 然后事大事地一步一步走 这女生 这女生是真正地做到了 宠辱不惊 她一点都不跳 你看她现在脸不红心不跳 倒是有些老板的脸红了 特别清晰 知道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你在若干年后 应该会超过她 没有没有 图老师我想做个调查 就现场这些老板们 就是被灭的 他们支持赵乐到底去东军那儿呢 还是去银科律所 我先回答吧 我先回答 这样吧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所有的老板 支持东军的请站到东军那边 支持向荣的请站到向荣那边 我自身没向荣 来站到他身边去 这么烈心的事别给我们干了 来吧来吧 谁都不支持这怎么说 要大气一点吧 不支持这能站中间吗 可以 去我们的中间 你不是那边人太多了 你支持东军是吧 现在东军有点孤独啊 剩下的都祭全是吧 感谢一个重庆的心 生气呢都在那 好行 写下你们的薪酬 我们在疗伤呢 写下你们的薪酬 好 东军你先价格有点不太格力啊 其实 真的够的 其实我相信他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个工资 在这里可能是不公平的 在市场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东军也很优秀 这个通灵主板是很好的企业 包括他说的项目都很高大上 实际上我们最近呢 也在12月3号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是邀请了中国企业家 参加希拉里的晚宴 这个活动是由我们迎客来组织的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国际场合 我们国际的商务活动都是迎客来举办的 那么这个至于说这个工资的高低 那么每个老板都会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怕让你承受压力 但是像你这样优秀的人 又怕承受什么压力呢 对吧 其实啊 说句实在话 今天我们的水平有点低 老板抛出的诱饵有点low 没有没有 如果是一般的求知者 抛出各种优厚的条件 或许真的可以吸引 这个女孩还真不一样 两句话可以形容她 去留无意 先看亭前花开花落 宠辱不惊 慢随窗外云卷云输 你所有的诱饵 在她这根本不起作用 她心里非常坚定知道该去哪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说一些真诚的对她的认可 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抛诱饵 所谓的高达上 什么希拉里的晚宴 比利时的什么什么 没用 我告诉你 对她来说 只有真心才可以起作用 我非常信任她自己的选择 好吧 来尊重你自己的决定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通灵珠宝 银河绿云 或者是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通灵珠宝 去吧 谢谢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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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补一个双腿 补一个双腿的 双腿的 我要在最后说感谢她 别等我们 太激动了 我觉得我都没 就是没反应过来的那种感觉 今天也是因为 各位老板抬拒我 所以才有这样结果 通灵第一个的话 是她的海外项目很吸引我 然后第二的话 我本身可能对通灵 还是比较就是熟悉一些 所以最后选的通灵 其实一科也是非常好的 上58同城 免费招聘入职快 58同城 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 特约布影单位 58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用手机访问 m.58.com 随时查找附近工作 也可以关注 58同城官方微信 订阅职位信息 上58同城 免费招聘入职快 58同城 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58同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也可以在58同城上 报名参加本节目 感谢由私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提供的 助力创业机会 一开学校之后 我体验过 平凡的技术男的生活 也体验过 销售的激情生活 都让我学习到 非常多的东西 我认为我的优势 就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不如跃人无处 想要过 与中不同的生活 就要做 与中不同的事情 曲炳川 25岁 河北人 本科中南大学 应用化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曲炳川 今年25岁 来自河北邢台 毕业于中南大学 我一年毕业 毕业之后 选择了一份技术类的工作 一年之后 突然发现自己 是一个没有梦想 甚至说没有欲望的人 所以我决定跳出来 自己去折腾 选择了销售 两年期间 做过不同种类的销售 今天来到这里 我更希望能找到 现阶段的一个人生导师 我希望能够在 三到五年之内 为自己安排好 这个职业路线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你好 美老师 有听见理由是什么 曲炳川是这样 他特别喜欢思考 特别喜欢研究问题 特别喜欢做一些模型 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他以前 曾经特别失忆过 所以他就用一个 久久这个惩罚表 类似的这样一个表格 做了一个个人分析的 一个模型 来做分析 另外呢 曲炳川 对 在上学的时候 就被同学称之为鬼才 这么一个小伙子 我觉得你是可以展现 你的能力的 谢谢 我推荐你 你这个211985院校 毕业的大学生 找工作还顺利吗 在毕业的时候 是挺顺利的 因为很多家企业 都去我们学校去招生 那我这怎么看 你好像有点不顺利吗 女友分手 工作丢了 家人不理解 所以你才用惩罚口诀 来分析自己自我安慰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 做了大概一年的时候 突然 也是因为有一点小事 我开始想东西 突然感觉自己 从小到大 都是按照父母 或者说学校 我们这类型的人的 共同的道路在走 没有想过 我的理想是什么 你想什么呀 想到人家边说 你是鬼才 你哪鬼了 思想比较怪 拿出来的东西 跟人不太一样 是吧 我会说一个例子 小初中的时候 问如果说有一天 一个病人突然不吃药了 他会是 为什么 很多基本上都是回答 病好了 然后我就是 他死了 确实死了 就不用吃药了吗 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一样 他们都拿出来了 我为什么 你是刻意不想跟别人一样 才说出这个答案 还是你真的就跟别人 思思为方式不一样 我都想到了 所有的答案 可能都想到 你拿出来之后 可能属于心理洁癖 我不想跟别人一样 他已经说了这个 我就没必要再补充 那我待会跟你这应聘的 就有点 有点恍惑 待会他们问你问题 你会要刻意跟别人不一样 而独树一枝吗 不会 今天我要的东西 我要完美 就是完全展示给老板 就可以了 好吧 就这个鬼才 有这样的心理洁癖的人 有这样自我分析的人 他说他想做销售和营销 对 是吧 我真想看看你特别的销售方式 你想卖点什么 想销售点什么 图老师 我们能先把他销售的动机 先找一下吗 因为他的专业真的非常的好 中南大学重点专业 应用化学专业 应用化学专业 你为什么想改行做销售 主要是我觉得 在那种安逸的生活中 很难去想一些东西 然后就想出来 就是折腾 用我妈 她的话就是折腾 我前一段看到一段话 比较喜欢 去进行一场 没有目的的旅行 目的就是可以发现 一些未知的可能 那你现在到底有什么能力 可以适应做销售呢 我觉得这事 根本不需要去说自己 说无非是我喜欢与人交流 我吃苦耐劳 你干脆给他举个例子 让他卖东西是最好的 这样吧 我给你挑个例子吧 今天美女老板 第一个关键 不是 那个老板 我能解释一下吗 我喜欢是做事 可能会有一个前提 我在第二轮准备了三个东西 去给大家展示 包括一个销售案例 就是把那个蓝色火焰 卖给郝总 我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你已经有安排 不要准备好 不要准备好 已经准备好 直接就第二轮吧 我给你卖一个 我给你卖一个 既不难 但是你又可以胜任的 行吗 怎么说呢 今天我来 我的风格不是说热情的 纯热情销售 我坦白说 这个不是我 愿不愿接受 不要让 那就不用接受 不愿意 不做 不愿意 不做这个 不做 那我再 我告诉你一点 虽然你可以有你的风格 你认为你不是极致型的人 但是你拒绝这样的一个 与你的职位相关的考题 有可能会灭掉树盏灯 你愿冒着被灭灯的风险 也不愿尝试一下 今天我来的目的 我就是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 属于一个半成品 有些思想也好 比较 比较有一点成熟 但是方向不定 但是其实我认为 你做的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做销售显然的是 要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气 你身上连这点东西 你都不敢接受挑战 我要拒绝 还要拒绝 好吧 第一轮选择 去获柳琪选择 还有九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承择口诀表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它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像上面我其实选了两个人物 就像熊大和熊二 他们代表是一种 踏实憨厚 思路是比较稳妥的 这么一类型 这个阶段我就从开始就会想 比如说一乘以一为什么等于一 一乘二为什么等于二 试图找到一些更核心的东西 我这二运了 我就插下去 一乘一为什么等一 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 我只是想 就是这只是个例子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些 我不知道他听明白了没有 我一直到现在没听明白 你在说什么 什么分析方式 他其实是套用我们学 九九成法表那个过程 对 我们怎么学的 先学的是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或者二三得六 这些基础的一些数据的算法 基础打好了以后 你可能在你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然后呢 但是你把这个基础的数据 掌握好了以后 你在迸发阶段 不会很快 他说他慢的原因 别人就只是 我记住 老实告诉我 我就这样记住 大家有意思吗 大家觉得有意思吗 如果一个选手 自己都讲不清楚 看着我们每个人来分析 他在讲什么 对不起 我们有意思吗 还没讲 我们的时间是不之前吗 还没讲完 我的意思就是 他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听不明白 还有必要讲吗 你觉得 来展示你的方案 男子会 别说了 浪费时间 其实我还 你说你的 你就说准备你的方案 你准备的 男子我要迈个好眼 快点说 现在吗 现在 你不现在展示 还有什么时候展示 郝总你好 今天终于看到您了 比电视更漂亮 谢谢 其实我经常看那个 《非你莫属》 特别喜欢两位女老板 一个是您 一个就是尹总 但是 是不同类型的 但是我有一个现象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在网上 尹总的 人气可能会比您高一点 因为经常讨论 神仙姐姐怎么样 神仙姐姐怎么样 其实我发 我大概想来 可能是这个问题 像那个 那你觉得 为什么他的人气 比我高呢 所以陈总 那个 尹总呢 他 我估计十分钟了 至少 都拖不到这个篮子回音上去 你打断不更慢吗 因为像尹总 从头到脚 透出来 就是那种天真 就是有阳光的 这种感觉 像尹总 但我天生就不是 那特天真的人 所以您要有您自己的 一个风格 才能站出来 我现在就是我自己的风格 但是容易 可能没有一些 缺少一点点亮点 您可以 大概听我说 其实您跟那个 可能 那个 原来有一个那个斯敏 这个斯敏老师 他的风格也一样 给人的是 很职业化的感觉 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我在这个舞台上 既不如尹姐姐 也不如斯敏姐姐 是吗 不是 不是 您呢 还多了一点点热情 所以呢 有个矛盾 我就只剩热情活着了 是吗 把您的这个 表面像大海一样 别做消瘦了 真的 别做消瘦了 别消瘦 你就把别人激怒了 对 我基本上 你就是吵下来的 他就抽你了 就他抽了 我可以问老板 有问题 如果我上来 就说我有蓝色火焰 您会听我吗 但是你铺垫的 也太长了 太长了 你已经把人家 毁得都快想死了 还买珠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啊 你已经差得不成样子了 你要是不带一颗 钻石的话 你就死了 我告诉你 但也没那么说 只是说他这个 你三五句话 就应该 这关键一点是 他说他的不足 也就算了 他还把一个女人 跟另外一个女人 就比 他把那么缺点 跟他的优点 就比 徒业老师 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你做销售 不适合的地方是什么 销售最讲的是什么 分钟产值 你每一分钟 能传递的多少信息 让顾客想要买这个东西 你这两分多钟 将近三分钟过去了 就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到点上 而且让我特别的反感 你想你怎么做销售呢 我跟你讲 陶友要是我就两句话 你什么都不带 我也喜欢你 但如果你真的愿意 要这个多余的东西 我也愿意送给你 哇 好感动 对 我一定要掏钱买 我绝对不能让陈总 他这个自己花钱送我 刚才陈昊用了 他的两句话的销售方式 给你上了一课 是吧 我们看看别的老板 有什么更好的销售方式 来夸夸我们的豪影 好吧 刘家勇 豪影是我在这舞台上 见过 非常知性 非常 几乎是一个完美女人 但是如果你戴上这颗钻石 你 值得我娶回家 那你取钻石呢 他是说如果戴上钻石 他能帮你取 来来来 陈昊 郝影 郝影 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还不配 对 一山更有一山更 就他一颗钻石 没相容 来 你来卖 你来卖 卖这个钻石 就是我来卖 我要卖就这么卖 我说东京那个蓝色火焰 真配不上你 但是他生意实在不好做 郝姐姐 你就买了一颗算了 你这绝对不是律师风格 律师一定说 这颗钻石虽然我送给你 但是作为婚权财产 属于我个人的 你得这么厉害 我来卖一个 钻石是有价的 郝影的美丽和智慧是无价的 怎么让这个有价的钻石 光芒无限 只有被郝影里戴上 我确实很想买 宏川 我觉得你整个 从你的评价也好 从现场老板的表现也好 都是言不由衷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用在你的简历里面写 在工作中为互联网做过一个模型分析 来展示你的才能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互联网的话 我们用一个更直观的 就是公路 就是和互联网做一个比较 都是一个工具 像很多人第一 比如他买了一个资源词 就等于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考了一个驾照 然后呢会有一些很多互联网公司 开始去把他的东西销售给他 就等于是说一些4S店 去给客户卖汽车 我要打断你一下 你因为你怪的时间够惨了 我要批评你一下 也希望我能帮助你一下 就是你一直在试图怪 但你一点都不怪 所以你把你本来就不怪的那个怪 给丢掉 回到正常人 其实你一点都不怪 你就试图做那个怪 做那一图来唬人干嘛呢 要比怪我比你怪 刚才几个人在教你的时候 发现一个最大的缺点 你特别肘 浪费了那么长时间 还要坚持把另一个东西把它完成掉 结果那个东西大家都不能忍受了 你还要把它完成掉 很肘 这个肘是一个怪 就是一个怪 你现在如果有一个有值钱的怪 OK了留下来了 谢谢我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老杜说的正点 他很矫情 他自己本来很正常 他非要说自己很怪 很与众不同 结果就把自己给转进去了 而且一直试图在辩解自己的怪 结果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好 还有两家企业为你留灯 我们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先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陈浩 其实我们一般在招客人顾问是挺难的 因为很多这个愿意从事销售的 他并不一定以前高考成绩很好 那么学科知识讲得很透 我觉得你作为中南大学毕业的学生 你得天独厚就卖这产品 底子就很好了 所以我给你就是我们集团直营事业部的 这个课程顾问 来 东军你推荐什么示威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我们的店长助理 我觉得协助我们店长去管理一个店 当然你也会参与到销售里面去 我也希望当你做一个销售人员 或者管理一家店的时候 有我们好影真的去 你那时候真的卖一颗钻石 蓝色火焰给他 那个时候用实践来证明这个问题 许算你的薪酬 我非常感谢两位老总督留这个灯 其他的也没有谢谢 15秒钟时间请考读 优胜教育 空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 我今天我感觉状态还可以 只不过可能真的是 思维方式的东西理想化了 陈总最后可能是看到的 我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 而且我本身也比较喜欢 那个陈总那个人 我认为我以后能成为他这样的人 感谢您收看由 要养完威 选书为乐巴书为 活动骨骨饼干和猪销化选销石 乐巴销石饼干 共同冠名播出的 非尼莫处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多運 我们下期 Sedan 感谢您的按钮 Lee